我就骂她是妈宝兰 不仅如此 李女士说 这一点早在她刚结婚 搬进丈夫大家庭就发现了 当自己被婆婆百般针对的时候 丈夫就在一边 稀有受旁观 我和她结婚的时候 她妈妈不把我当作她家媳妇带 一直这样 她妈妈从我怀我家女儿 一直到生 在她家没吃过一块肉 还有呢 他们家的猪油 我从来都不知道在哪里放着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这些都是故意的是吗 故意的 她就处处地去排挤你 我们那边做月子嘛 就有一种面叫米面嘛 他们村子人 就像女人呢 你都马上快生了 你婆婆给你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我说 据我了解 可能没准备吧 她那你自己准备啊 我说我也不会弄 她那你不会弄 我们帮你 她叫我怎么弄 怎么弄嘛 然后我回来 我就和她自己弄 当我们搞好了的时候嘛 她妈妈在家里就开吃 我这一回娘家去呢 她就在家里吃 她就一会儿呢 把这个面吃完了 就不给你 她就是不给我那一种 就遇到这个是她妈妈 就带着她女儿 叫她儿子打我 动手 这样撒我 她女儿还把手塞到我嘴里 把我两个塞都开了 哭哭了 这是最严重的一件事 都是我快生了 她妈妈的那些行为 包括她妹妹对你的这些事情啊 就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何先生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她沉默呀 如果像她所讲 手都扣着 她塞帮都扣过 这我不在家 你怎么处理呢 那我回来肯定哼啊 哼我母亲 跟我母亲吵啊 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吗 解决不了问题 我说这话 我母亲不听 她俩我说话也不听 后来我就 这个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面 说实在的 我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 人家 人家我跟婆婆俩对骂 这个我是不允许的 但是我不能控制 时空了 就只能这样了 得时空了 对于妻子揭露的这段过往 何先生表示 无能为力 她实在不能理解 为什么妻子有那么多委屈 并且给她委屈的人 明明不是自己 可到头来 所有的账 都算在了自己头上 婆媳关系 本就是千古难题 连自己的弟弟妹妹 也掺和其中 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况且 在何先生看来 妻子也不是无措方 当年自己的母亲 可是很喜欢这个媳妇的 实在是 黎女士自己 把那份欢喜 消耗殆尽 感谢您的观看